《企地家居》是我們協會新開展的一個服務 希望可以幫助住在劏房有小朋友的家庭 去改善他們的學習環境 就好像我們的基層 你根本去買一件駕駛是很貴的 等於佔了你的薪金 很多人覺得有張桌子寫到字 做到事就可以了 因為你也知道位置是有限的 在她的情況下,她是住在那裡 和她的嫁子和她的父母 所以我們必須提供空間 讓他們睡覺 其實我們的觀點是在空間 而我們也會提供空間 所以我們也會提供空間 所以這件事會有更多人的觸觸 所以他們會有更多人的觸觸 一件事很重要的 在其他情況下 她有很多東西在家庭 所以我們需要在家庭 所以她的東西 是一件事我們需要和 她也有很大的收拾 而且她有很大的收拾 這是一個廁所 不合她的房子 但我們會保持它 因為它會給她 她的家庭 不像那些電視劇 在家庭上 在最終的電視劇 他們完全完全變成 完全不同的 所以我們會做小的改變 這件事會有很大的影響 在家庭上 他們送了三件家具給我 空間大了 還有層架幫我把雜物擺好 還有 我女兒有張書桌做功課 可以坐在這裡 有很大的空間 拿來看書畫畫畫 一開始的時候 很多家庭都會覺得 房子已經很小了 我還要改裝 她反而覺得不需要 後來她才發現 原來她從來沒有想過 原來那些傢俬 是可以這麼善用空間 因為我們的家具 其實是利用了高樓底的設計 由地上一直安裝到家具 的天花板 其實儲物空間是大了 我們沒有看到 我們所做的問題 所以我們在做好處 我們在做好處 但是我們沒有解決 房子問題 這裡大概二百多呎 四千六百八十元一個月 住了這裡四年 租金一直都沒有加到 它都還算了 好業主的 接著我現在要找屋搬 都挺麻煩的 想租同樣價錢 同樣大 不可能 出去外面租 一房一廳 最便宜的要六千 現在那些居民租劏房 那個大小 都是一百尺左右 都可以由三千五百 到五千這個範圍 它一定會拿 多個三分一人工 來交租金 我申請了公屋 都不是很久 一年左右 好像你上了公屋 感覺 個人輕鬆了 而且 你住公屋 好像等於自己的房子 根據政府 自己最新公佈 去到贏一六年底 其實一般家庭 都要等四點七年 如果市區 可能七年幾百年 所以你可以看到 時間很長 我想如果二萬五千個公屋單位 每年可以做分法的話 其實你想想 現在輪候查三百三十萬的申請 是不能夠應付的 我想政府就是要 密地是真 而建屋的指標上 我想也要定定得比較 去配合實質輪候查的需要